娱乐圈大叔当道 或是花白胡子一脸沧桑 或是岁月不留恒不老容颜 只要有形这年龄就不是问题 那要按照年龄来讲 张志玲也算得上是大叔了 可是就是这么不公平 他就长了一副娃娃脸 那最近香港无线的电视剧 《冲上云霄2》非常的火爆 那他也因为在里面的大叔形象 非常的风度翩翩的 而深受女性观众的喜爱 而且我们还听说 因为这部戏的成功 他的片酬也是翻着背的长 再度走红 收入增加 那自然这成功 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了 我说的是袁永怡 袁永怡最近过生日了 老公张志玲的表现 似乎有那么点吝啬 就因为这粗枝大叶的不计较 袁永怡的生日宴 浓缩成了小小的一碗拉面 不仅如此 张志玲送给老婆的生日礼物 竟然是一堆她自己代言的产品 难道她就不怕袁永怡 使出大绝招吗 因为我代言的产品 都是全成最好的东西 包括今天这个表 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我 如果我的朋友生日 我都尽量去 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 对 当天 张志玲是在香港 出席一场代言活动 因为在热播剧 冲上云霄2 饰演了酷模一绝 备受欢迎 张志玲的身价随之倍增 甚至有媒体报道 她因为这部剧 而吸引来的广告代言费 就超过了千万 钱啊 酬劳那部分 我真的自己没有太多的概念 一切都交给经纪人公司 他们去处理 阿们 阿们